1666年,汤若望安睡在同为耶稣会会式的立马斗的旁边,结束了他在华47年的生涯。 他历经了明清两代,建教堂,参与立法修订,传播天文学。 他是传教士也是清朝大臣,有人赏识也有人毁谤,人生跌宕起伏。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唐若旺是德国科隆人 1592年生于一个贵族家庭 父母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他在耶稣会创办的三王缅中学 接受教育 学习成绩优异 毕业时被选送进罗马的德意志学院学习 在接受耶稣天主会严格的修士训练的同时 他不断探索着数学与天文学的最新科学发展 唐若旺在1611年加入耶稣会 在耶稣会的派遣之下 1618年随金尼格、邓玉涵等22位传教士一同前往中国 他到达澳门后就开始学习中国文化 穿中国服装 改用中文名字 1622年抵达北京 当时由于明朝政府立局官员 所修订的立法推算的数据 与天体运行的规律不合 日时测验多次均失败 急需修订立法 进京后 唐若旺仿效当年的立马洞 将他从欧洲带来的树立天文书籍列好目录 承送朝廷 并在住所陈列从欧洲带来的科学仪器 供官员和学者们参观 他用这些仪器成功地预测了1623年10月8日和1624年9月出现的月时 为此唐若旺完成了测算日时和月时的交实说 印刷分纵给众官员 并呈颂朝廷 1627年下 由于宦官被忠贤专权 北京的传教气氛不佳 同时 英教徒王征恳请 唐若旺被派往西安接替金尼格 他在西安城内建立了一座小教堂 除了开展宗教活动外 他始终坚持科学研究和住宿工作 在中国学者李祖白的协助下 1629年 唐若旺撰写了远镜说 根据1616年德国法兰克福出版社出版的 赛都立的著作编译而成 对伽利略望远镜的制作原理 功能 结构和使用方法都做了详尽的说明 图文并貌 专家学者认为 这是中国出版的最早的一部 介绍西方光学理论和望远镜技术的启蒙著作 唐若旺和邓玉涵是第一批把望远镜带进中国的传教士 1630年 由于邓玉涵去世 主持修理的礼部尚书徐光启 急需精通天文学的人才 故上奏崇祯皇帝 历见唐若旺回京供职于青天监力局 他与徐光启等人筹建了我国早期科技翻译机构 名墨立局 并制作了魂天仪 望远镜等天文仪器 唐若旺在徐光启主持下参与测量并绘制了大幅星图的工作 他们绘制的星图突破了中国两千年的传统 形成了现代中国星象的基础 他们绘制的大幅星图有两幅现存于罗马范蒂冈图书馆 1634年 唐若旺向崇祯皇帝尽献了一架望远镜 《地经井物略》中对此有描述 远镜 壮如持许竹笋 抽而出 出五节 节节剥离 眼光过此 则是大小 是远近 后来崇祯皇帝用这架望远镜观测了月时 同年十二月 唐若旺协助徐光启和李天经等人编译完成了崇祯历书 共计46种137卷 其中由唐若旺撰写编译的就有43卷 这是对中国传统历法的重大改革 崇祯皇帝对唐若旺等人的智力工作十分赞赏 在1639年1月6日亲赐北京南唐耶稣会所遇贬一方 上面亲书亲包天学四个大字 除此之外 唐若旺编写和翻译了大量书籍 撰写了古今教实考 魂天仪说 西阳册日历 册时说 内容大多集中在恒星胶石方面 在历局期间 他还同中国学者李天经合作 翻译了德国矿业学家阿格里科拉 于1550年撰写的论述十六世纪欧洲开采和冶金技术的巨作矿业全书 中乒本定名为昆仪格帧 此书得到了崇祝皇帝的赏识 欲批 发下昆秽格兹全书 地方官员相着地形 便宜采取 但殷明王朝迅速崩溃 该书未及堪行 汤若望出入华时 正值明朝内忧外患之际 1642年 他奉旨设厂驻炮 可他内心充满挣扎 因为制造战争武器与他的身份不相符 而且在造炮方面 他仅有一点点书本知识 没有实践经验 但是他的申诉没有被接受 不得不屈从于皇帝的命令 但就凭着这一点点书本知识 他居然在两年中铸造出铜炮二十门 大的重一千二百斤 小的重三百斤 他还口述有关大炮野柱 制造 保管 运输 掩放 以及火药配置 炮弹制造等原理和技术 由焦绪整理成火宫窃药二卷和火宫秘药一卷 为当时介绍西洋火器技术的权威著作 我将写议的权威著作 我将写成火宫秘药的权威所 我将写成火宫秘药一卷和火宫秘药一卷和火宫秘药一卷的权威 voc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